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给我收看拼头论足简单开合 这一下午都在拼PG的独角兽 说实话手真的是很疼 目前为止挥巴海进度拼完了将近两条腿吧 还没有组合 再加上上半身感觉怎么说呢 拼装起来挺吃力的 那么我们今天要拆的盒子 就是刚刚才收到货的卡板的Metal Road魂 也是MR魂的第二座EXS高达 我们废话不多说 赶紧来拆吧 这款产品当前我看了一下预定价格 应该是在1300左右 这盒子和上一座箱笔已经尺寸大上很多了 感觉比海牛漂亮上很多 你看这个盒子的感觉 很帅气 就是价格比较贵 其实这是一款小比例产品 之前MG版的EXS 我记得现在应该是300多块钱吧 那么这么小一个比例的话 竟然要1000多 基本价格已经超过了MB系列了 那么好 我们赶紧来看盒子里面什么样吧 这一到年底就是各种厂商发力的节奏 估计最后肯定又是一大堆堆积了 视频只能挑着做 那这款肯定要延后了 因为之前正在拼装独角兽嘛 里面竟然还夹杂了一个纸框 以前没有看到过这样类似的包装 第一次 这框一会我们放到一边 然后说明书啊 其实比较关心的就是这款产品能不能变形 不过看官图应该是不能变形啊 说明书很简单 好像只提示了一些外部装甲的展开 包括一些装备的搭载啊 没有提供这个变形的技能 好 我们给它打开 看它里面都有什么 一共就有一层锡子工装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件部分啊 首先这一侧是一个抛光形态的地台 嗯 没有采取之前海牛的那种黑色 然后一个MB规格的支架 然后这个光束军刀的特效件 然后这个尺寸超长的 叫什么来着 精灵光束步枪吗 正面有这个金属色涂装 然后我们EX-S高达的主体啊 因为里面呢 那带有这个金属的关节 所以拿在手里面的时候啊 感觉还是挺沉重的 我们放到一边 然后背包推进器 全部都是这种灰色 蓝灰色的涂装 这边是平衡液 然后这是膝盖部分的结构啊 我们小心一点拿出来 这就是膝盖部分的 一会我们试着把它搭载起来 这个应该叫什么 这个应该 小罐子 应该叫什么 背部的加农炮 有四个 全部给它拿出来 这还提供了一些尺寸很小的连接件啊 还是一些特效件什么的 我们一定要小心的放置 先来看一下主体 首先我们来看背包 背包的部分并没有任何金属的结构啊 手感方面还是比较轻的 可以看到这里面采取一个关节 可以左右展开 包括这些位置啊 都可以来调整 上面采取的是这种 墨绿色的一个消光涂装 而喷口这里呢 也是带有一点绿色调的金属涂装 这都可以调整角度 颜色还是挺漂亮的啊 然后这里面留了几个孔洞 是用于按置我们后背上的这个 加农炮 光束加农炮 这个位置呢 需要区分一下左右 准径这里面是不同的 然后安装这边 哎呀感觉刚才皮完木星之后 这个手啊特别疼啊 皮肯定是掉了好几层了啊 看 看这边 看这边 已经开始掉了 然后呢这个背包的部分 我们就安装完毕了 一会看一看其他的位置该怎么安装 刚才发现了一个小问题啊 就是这个推进器两侧呢 都有一个小凸起 会和中间白色的位置啊 产生摩擦 摩擦完之后啊 就会出现我这样的一个情况 漆啊被蹭上去了 所以入了手的朋友 一定注意啊 不要着急去把玩 把玩之后 很可能就会出现我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这个漆真的是很容易被刮上去 啊心疼啊 接着我们把这个背包啊 给安装上去 很简单 一个是一字形的 一个是公字形的 那对应背包这个插孔呢 就可以直接来进行安插了 哎 安装完毕 哎呀 小心点这里啊 接着我们来安装膝盖的装备啊 其实这里面是需要安装上一个光束军刀的剑柄 我们以后录视频的时候再来安装 先把它给插上去再说啊 里面有一个很小的孔洞 因为里面有关节 所以安装完毕之后呢 还可以进行活动 包括这里面这个位置啊 可以展开 看到没有小炮弹 暂时称之为小炮弹吧 然后我们安装左边膝盖的这个 哎 还是很容易的啊 接着我们来安装腰部的这个光束枪 这是一个卡榫啊 非常容易安插 插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面还提供了一个外拉关节 可以拉出来 并且旋转过来 感觉这样的高达其实特别不容易被把玩 因为这个漆面很容易被划伤 或者是划脏 哎 这边也一样 安装完毕 接着我们来安装肩甲上的这个平衡翼啊 这一侧的平衡翼呢 是带有这个编号的涂装标志的 我们先来安装它 小心一点啊 这阿玛阿魂呢明显就不是用来把玩的 感觉和MB差不多 还挺难装的 哎 多少 好了 最后还剩下这一把武器 应该称之为精灵光束步枪啊 整体枪杆的部分全部都有涂装 虽然颜色并不怎么出众 不过这个瞄准镜这个部分我特别喜欢 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到这种绿绿的金属色涂装 包括这个四周的颜色和标志的印刷都非常精致 然后这个位置呢可以进行一点角度的调整 按连接方式啊是靠着一个很小的卡榫 刚才碰了一下竟然掉下来了 再装回去吧 嗯给人感觉很不错啊 然后这边里面除了隐藏了一个握柄之外呢 还隐藏了一个机械臂 哎呀隐藏的是很隐蔽啊 旋转一会呢我就会把这个光束步枪 给安接到我们EXS的腰部了 在腰部这里呢我们不能直接来使用 首先需要把这个零件呢来进行个拔除 接着啊把这个小孔洞啊朝外来进行一个安装 哎呀挺紧的 然后再把这个装部应该不是腰部啊 应该是安装在这个装部了 再插回去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把这个光束步枪展开的这个机械臂的卡榫 来对齐这个腰部的孔洞里面这个武器的安装啊就算完成了 OK大枪连接完毕可以看得出来啊 由于金属含量比较多本体比较重 所以即便是装备很多啊自主战力 还是可以基本实现差点倒了差点砸脸啊 然后我们把枪取下来来看一看可动的部分吧 其实还有很多小机构 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看啊比如说这炮弹怎么连接 首先啊肩部这里啊这边可以进行活动 同时还可以进行向后的翻转啊 这个位置可以看到采取了迷彩的涂装 这颜色感觉还挺棒的摸上去手感也很好啊 摸纱的质感不过摸几下肯定就脏了 肩膜这里呢左肩和右肩两侧的涂装 这标志是完全不同的 另外提供了一个小展开机构 直接外拉就可以了 虽然幅度并不是很大 外拉之后呢可以看到内部的这个结构啊也有涂装 手感方面有点松啊有点松有点松 这边这边还能稍微紧一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面相 感觉呢有EXS的味道啊 不过尺寸比较小 所以脸部的细节其实并不是很多 只能说有一个大概的轮廓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手臂这里 和之前的海牛一样 这里面可以看到采取了这样的金属关节 我们来看一下手感啊 这关节感觉手感是比较松的 看一看旋转幅度可以进行旋转上臂 这块倒是比较紧 然后这里面采取了一个三段式的关节 可动幅度并不是太强吧 上面好像活动不了了 我们不去试了啊 然后拳头这里面是造型手 诶 掉下来了 这个里面和之前的海牛也一样啊 这个海牛之前我记得这个位置也是很容易掉的 金属关节配合这个造型手好像并不是非常紧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边的手臂 这边手臂紧实度和那边差不多 然后三段式的可动 能碰到自己的肩甲 原因是肩甲比较大 还可以啊 这个关节 肘关节还是比较紧实的 好 会有变状 接着来看一看腿部 这次的腿部和之前的海牛不一样 之前海牛我记得好像是球关节吧 我记不清了回头看看视频 但这次关节肯定跟上次是不一样的 外拉结构都不一样 然后看看前台 前台前台还可以啊 然后膝盖部分是有联动的 明显被分割成了两个部分 这里和这里是带有联动的 这个部分不是啊 这个部分本身就可以活动 刚才完装的 这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啊 嗯 活动的手感也比较紧实 然后来看一看侧踢 侧踢的幅度也不错了 后踢 后踢也可以实现啊 我们不去做大范围的活动啊 以免蹭蹊 那好 我们MR魂的EX-S啊 简单的把玩了一下 嗯 各方面感觉 其实要比之前的那一款 MR魂海牛是强的太多了 之前那个海牛 感觉就像是糊弄的产品一样 无非就是把这个 R魂的关节替换成金属的 而今天这款EX-S 给人的感觉还挺棒的 无论是这个细节部分的造型 包括涂装的颜色 以及标志的印刷 到底是这个卡魂呢 确实给人的感觉还挺不错的 另外一个个人感觉 这一次的EX-S的腿部啊 并没有之前官图上 看起来那么长 这个比例其实是我比较满意的 之前那官图掉起来之后 显得这个EX-S的腿特别长啊 和我之前印象里面 那个MG版的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这个 暂时先简单的看到这儿啊 等回头啊 我再看一看 其他的连接配件 包括小炮弹怎么玩 嗯 再以后有机会的话 会分享给大家 那好了 今天的开盒就开到这里了 嗯 我们下次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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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